但是不錯啦 他好像第一次來打直播就一戰成名了 是 蠻強的 欸來勒 南北 又是大事襲 欸又是大事襲 但是東風已經被打掉一張了啦 他還在期待嗎 當然一定要期待啊 西風也被打掉一張了 要有一點想像力 東風再被打掉一張 好放棄 沒有大事襲的 放棄 只剩小的事襲 欸搞不好他這把自己摸一個東風啊 欸欸欸 還真的被我說中欸 但是東風只能當眼睛了 這小事襲啊 大變小 可以接受啊西風也才建議 他不要下一個等一下 再摸西風喔 欸太扯了 我還是不要講話好了 這個我覺得賽屏是不是裝了那個 偷視眼鏡啊 你看剛剛如果打北 天啊 他如果打北風 摺左碰不會摸到那個西風啊 那我問你這個 摺左他這個必須要碰南北西對不對 那他勢所是不是該打掉 因為他東風一定要當眼睛 是 哇大事襲 大事襲變小事襲 小事襲來了啦 就看西風什麼時候 南風來了 暫時不打 欸 凱虹先跑牌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不見了大事 也要跑啦 哇 事襲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都會去猜那個事襲啦 朱大哥大事襲沒有了 因為東風已經兩張在海底了 所以他現在是大變小 這一場呢 他如果這個胡到有可能機會是小事襲 有機會胡小事襲 有機會 對 有機會 就看他一三萬什麼時候來 看南風什麼時候來 但是南風流著會有點危險啦 對啊 然後再來又看誰打西風 哇連續三張四條 嚇嚇死 蛤 蛤 吃下來聽牌啦 他把六所放在最左邊 其他三個玩 其他 應該會覺得傻眼吧 我打第三張你才吃欸 那剛結到 他可以說 剛才在結到 一進廳的軍委 一直沒有進牌 南風來了 南風 該出了吧 該出了吧 下不去 再碰 二條 條子打乾淨 軍委的牌今天都藏得好後面啊 這六餅 這怎麼辦 大二三萬啦 打三萬就放啦 打三萬 看他先打什麼啊 東風隊 放棄小試席 放棄小試席 還是要放棄 我覺得這個分數就衝啦 七九餅打了啦 七餅九餅打了啦 不要想那麼多 衝了啦 也可以打六七餅啦 也可以拆六七餅啦 OK 來了 七餅下得去嗎 下啊 變一四萬二萬放槍喔 二三萬都放槍喔 對二三萬都 七餅沒事 OK轉進一四萬 七餅反而沒事啊 等於四方 那二萬剩一支 一支 一支都剩一支 七餅下吧 停牌 西風東風小試席來了 只剩西風可以摸了喔 只剩西風啊 西風誰摸誰打喔 台底劍衣的西風 誰摸誰打 也有可能他自己摸啊 對 一摸就來個大的 紅鐘 一摸就來個大的 還沒六餅 我覺得快來了吧 一四萬 三萬 四萬 沒輸 二萬放槍 哇 哇 救了他們自己一命 呵呵呵 折著喔 又是個 小試席啊 可惜 沒有胡到 不覺得這碧龍姐 戲份也很足欸 一直在懊鬧 對啊 但是或許這也是碧龍姐的一個戰術啊 對 這個就是 演戲然後去影響其他 那也許也是他真情流露啦 是啊 我覺得這也不是說 刻意的 他可能在自己懊悔 我剛剛一個決定錯了 這一把是我的機會 對 可惡 都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